阿蘿哈 到前面喵咪大戰爭時間來 那昨天我們挑戰的是我們的這個 障礙物的這個挑戰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我們這個 熱血的兩人三角賽第一學年好不好 因為滾頭大家的話在哥吉他資旅已經看過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兩人三角賽 裡面究竟會在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也是 蠻白癡的齁 來 VS白隊 兩個角色 然後處理條件限制 喔最多只能出兩個角色 因為是兩人三角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出 出什麼呢 看一下喔 出我覺得出右獸加歐跟那個 白玉琳的初階階段好了 因為這兩隻看起來比較像小朋友 你知道嗎 那這兩個小朋友一起登場應該 蠻有趣的感覺就像是那個 那個白霧購的那個小時候 去帶著那個右獸加歐玩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畫面應該是蠻精彩的吧好不好 這個小朋友出去玩囉 你看這兩隻好不好 750跟900的好不好 這兩隻應該蠻ok的 來 VS白隊 看看啊 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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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先出一下白無課小時候 可愛捏 然後右手加油 來啊 雙人戰是不是 契鵝戰 這有點像是那個啦 就是我們那個 單挑大會好不好 來啊 藍眼睛冒險之旅啦 喔可以耶 這兩隻真的超可愛 其實我覺得白巫購小時候真的也是很可愛 跑不跑得慢 應該這後面那隻貓太肥了吧 感覺是這樣 看這兩隻超可愛的耶 我覺得 很棒耶 天啊 喔還有喔 來啊 黏石 可以 這兩隻真的很可愛啊 天啊 兩人三角 GOGOGO 而且感覺就是有互等的那種感覺喔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再來是VS紅隊看一下 所以這關卡等於就是我們雙人的那個就是 單挑大會啦好不好 雙人組的單挑大會 蠻可愛的 這是紅組的這個伊莉莎白雙人組 但沒關係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藍眼睛雙人組 這白巫購真的很可愛耶 你看 在這邊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這隻真的超可愛 然後加歐也是 我覺得這兩隻真的蠻配的 好不好 很可愛 很像青梅竹馬的概念 直接被 直接被加歐 黏死了 好不好 再跑 哈哈哈哈 有夠可愛的 哇 直接變成那個耶 欸 他們直接變大隻了耶 天啊 哇 他們拿 欸 其實白巫購麗靈他是拿那個 小的這個仙女棒去炸他們 他拿這個法術棒去炸他們的樣子好不好 欸 可以哦 nice 好不好 我覺得這關卡 光靠我們那個右兽家就沒問題了 畢竟他們好像都是有顏色屬性的啦好不好 碰卡之後有東西嗎 好像沒有哦 好 沒了 再見 點火爆炸 nice 然後他給我們很多那個貓咪券啦 vs黑隊 反正就是一般敵人 紅色敵人跟黑色敵人的樣子 好不好 來看一下 黑色敵人是什麼 我蠻好奇的 哦 黑色小敵人 ok 沒問題 來 一樣 好不好 來啊 刷 死掉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耶 這邊看起來就可以知道那個 右兽家要走的速度是比那個 白無垢小時候還要快的哦 有沒有看到 追不上了 那後面那隻貓太肥了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去引爆什麼東西吧 所以後面的那些 小東西才一直拉著他這樣子 有沒有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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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哇 好險 還是靠右兽家歐耶 太猛啦家歐 哈 家歐 哈哈哈 真的是說有屬性級人在家路面前真的是 完全沒問題 好不好 不誇一級啊 嘿 又爆炸了 感覺那個 欸 啊 稀有券來了 我覺得這 這 這 這個 OK 然後我看一下喔 喔他沒有了 他沒有在那個就是 各個那個就是關卡了 那 在物近走的話這邊好像可以在拿 好不好 所以在物近走的話這邊是可以拿三張金券 然後再加上我們就是那個 剛剛兩人三角那邊是可以拿 呃 一張金券的好不好 然後這球球的好像也是是不是 也是有那個三個星級的關卡是不是 好 我們先把這個借物競賽打完好了 因為 昨天基本上其實 借物競賽打到後面也還算是蠻有難度的 我們用一下這套隊伍來打一下 我覺得兩人三角真的蠻可愛的欸 我覺得這個還OK 那我覺得那個白巫購小時候 跟那個幼獸家豪小時候真的還蠻搭配的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喔 或是你們覺得還有哪兩隻角色最搭配 有啦一定是那個飛準哥跟那個嘛 風準音嘛 畢竟是兄妹嘛對不對 那個也是很厲害 來啊 這餅乾 這餅乾真的是很討厭 這關比較麻煩就是這餅乾會直接就是那個 讓你擊退再加緩速好不好 這比較小尷尬一點點 而且目前來說我們打的這個是 三階關卡囉 就是三星級的關卡 所以我覺得要給他們一點尊重喔 所以我帶的就是 比較厲害的一些隊伍出來好不好 不然就是 如果再用一些就是昨天那種雜七雜八來打的話 應該可能會被打死 因為我昨天進行當中是用那個 大寬牛貓啊 大寬死的貓去打的好不好 先看一下這個狗炮 欸狗炮沒有辦法把我們打死喔 那應該還好好不好 目前感覺這個三星級的關卡的狗炮好像 也不會像是那個傳說關卡一樣那麼的誇張 欸好像還行 因為有的貓沒有死 喔啾啾啾 我都一直覺得這個雪球真的是 超級無敵帥的 這餅乾好像就一定會過來撞死你 因為他有一大堆那個抗性的東西啊 所以就讓他撞完吧 哈哈哈哈 他想撞就給他撞吧 也只能這樣子啦好不好 那也沒辦法 你看 我們這邊 就只有水母帽被打死 好不好 就水母帽被打死 然後我們這邊 為了要求速度啊 所以我們連那個 聖靈心村跟哈姆特都帶出來了 好不好 這兩隻速度部隊的這個 頭號這個幫手 完全沒問題 好 再來是盡力穿越獎 反正他好像一關狗炮一關花圈 這關就是花圈就還好 我們一樣大寬腿貓出去 大寬腿貓直接用他的這個 腳交正坡 把他們踹爆 哈哈可以耶 蠻可愛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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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這一波 先等這一波 這個緩速餅乾乾 先解決吧 緩速餅乾比較麻煩一點點 你能不能撞爆我們 要不然撞過去又是緩速 好 聖靈心村 go go 一波 沒問題 那字幕君也是很麻煩 字幕君別再打了 哇 真田心村居然打不爆這個強狗們耶 哇 這有點有點硬 哇 但是他一下就直接把花圈給弄爆了 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這個打速攻部隊真的就是帶上 真田心村跟哈哈姆特好不好 然後那個大寬腿貓啊 或是我們就是那個什麼貓特輯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別人家裡面 哎呦 這次好像就真的比較 比較有力一點點囉 我們的牆那些 是會打死的哦 畢竟這可是 三星關卡呢 哎 不強一點怎麼行 來 然後這邊等他 下一波貓炮開完之後 我們再開那個 我覺得餅乾那邊要先出來啊 餅乾這邊先出來 然後弄爆我們之後 我們再開 哈哈姆特跟真田心村好不好 哦 沒有問題 等你弄爆我們好不好 真田心村抓抓一波 哇 哇對還有這個黑狗 黑狗就交給那個了 真田心村了 不過他有那個波動傷害啊 哈姆特GOGO 而且我們這次還有帶上那個哦 帶上寶長娘哦 要再衝過去的我們還是很多隻哦 寶長娘才來嘍 好可以這邊 直接被他們彈飛 哎彈飛再加上那個波動 不知道我們彈飛的時候會不會吃到那個波動傷害 應該是不會對不對 就像是我們打的時候 跟那個就是開那個帽子 跑的時候就是一樣的道理對不對 我們只要吃到那個 彈飛應該就不會被波動弄到了 我們這次速度應該很快 沒有問題對不對 nice 謝謝大家 7634 nice 迷迷虎獎 最佳努力獎好不好 各種關卡 那另外一個那個球球的啊 我覺得球球真的設計的還不錯 因為球球的那個東西的話就是 有一大堆那個鋼鐵球那些的 我覺得這設計的頂好了 頂不錯頂不錯來 球球大概是目前來說看起來就是整個那個 這一次的這個關卡裡面算是 最比較特別的一個東西好不好 因為其他的話基本上就是拿一些 就是我們以前有看過一些生物出來弄 對不對然後那個球球是直接 一個全新的概念 這是真的還蠻猛的啊 我覺得球球真的是還蠻猛的 這是花圈 花圈就不用太怕就直接出就對了 哇搶狗也是真的是硬個幫幫 加油把他們殺掉 殺死 好然後這邊 哈哈姆特弄起來 來 壽司哇 我覺得打這個關卡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 大家可以帶一下章魚狐貓 打障礙物帶章魚狐貓 打球球帶鋼鐵敵人的 會新一級的會比較好 因為鋼鐵球球很麻煩啊各位 真的 如果你們有看過哥吉亞的那個關卡的話 你就會知道鋼鐵球很麻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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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跟我講說 這關明明就是拿來送金券 怎麼被你打的好像很困難 沒辦法好不好 那是哥吉拉帳號好不好 那是哥吉拉帳號 你要想有哥吉拉在裡面好不好 沒問題打贏了 那這一次其實送金券真的是送到很多欸 你看像這邊的話你看三個星級的障礙物走 然後如果我們這邊滾球大賽對不對 又有的話而且全部八關 又三個星級 那如果他又送你吸油券的話 那你可以拿超多吸油券 所以這個運動會還挺不錯的哦 那不起來說大家最喜歡運動會項目是哪一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這邊分享一下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了 我請來見囉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